就等儿童乐园不在营运之后,现金已规划成自然景观公园,在2019年完工。 正式重新对外开放,并免费提供给民众来运动休憩使用。 在自然景观公园落成之后,走过熟悉的售票亭路口,眼前迎来的是广阔的草地与大树。 树立在草原中央的摩天轮,显得特别的不真实,也迎来许多团体前来拍摄作品。 前来取景的游客邱天心将自一说, 因为这首歌的主题有点像是顽皮的少女,就是有种,他们的MV里面有在公园, 之类的,然后我那时候想说,那摩天轮呢,因为我在网络上查到这里没什么人, 然后就是感觉画面蛮好看的,然后就想说那就来摩天轮。 除了草地中央的摩天轮,再往内走,还有另一个彩蛋, 就是梦幻的旋转木马也同样被保留下来。 因为梦幻场景前来拍摄取景的,基隆绽放中东舞团代表黄佳明说。 今天我们特地来到台北市立儿童乐园的旧室拍摄主题宣传照, 这里是许多大小朋友拥有旧时回忆的乐园, 虽然目前儿童乐园已经搬迁多年, 但台北市政府将场地维护得十分完整, 保留了部分的游乐设施,提供大家来拍照游戏。 今年绽放中东舞团的演出主题为时空游乐园, 岛屿剧场即将变身为游乐园, 我们将剧场空间设计分为三大区块, 各有不同的主题, 引力观众以微沉浸的方式体验, 探索各种风格的中东舞, 像是一个自由步骤拘束的孩子在儿童乐园尽情地游玩。 透过拥有历史的游乐设施, 改造成自然景观公园, 不仅提供民众游戏运动, 也成功吸引想要拍摄梦幻场景的创作, 可以有展工地创作空间, 希望大家能一起珍惜维护得来不易的资源。 公民记者蔡宗和高维城游子杰, 台北市中山区采访报导。